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三高五双七猛江转 它现在这个帧数大概是60 只要把这个复制效果一关 然后我剩下的开的是全高的 然后在这个村子里大概满帧吧 然后大概给大家测试一个人多的地图吧 难度就想最简单了 我看一下哪个地图人多 这个地图人比较多 好吧这个地图人也不这么多 我觉得是开的全高特效 如果说把那个三个关掉的话 还能更高 这东西怎么一下就没有了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40帧的话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高了 我个人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咱们先从这边走过来 我把这个路清一清 因为其实这种的话人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其实我这个人都打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有可能没有无双战 可能打了两三场之后也不会有吧 我这个刷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用的原来是笔记本电脑的村子 是笔记本电脑的村子 你看这都是满针的 59 这人少了一种就是满针 一点问题没有 这我开的全高 人数只是没开复制效果 就是一个复制效果没开 这影子也开了 其实我就是想打的生化危机6 还有我那个 你看这复杂的场景会掉到40 但是还是会回来的 但大家记住一定不要锁针 你锁针的话 它虽然是但是也还是稳不了30 它还是会往下掉的 掉的比那个还要更低 如果把人数关掉的话 我感觉应该可以到59 中全程的话 这个8我就不给大家试了 我感觉这个机器也就玩了7吧 你如果想玩8的话有点勉强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机器 一个极限 反正能玩7就不错了 反正降到40也还行 也其实也是可以结束 只要不太复杂 基本都差不多 那大家试一下这个觉醒 觉醒的真人数我估计也是够了 那这都问题不大 这就是60 全开的高 你看这人很多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就是人特别扎路 在这里才叫 这个机器性能虽然够我 但是我感觉我还是不建议学生党购买 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只能做一个备用机 你一个没有阻力级的话 这个机器还是不行 还是挺短的感觉 那个复制测效感觉就是个ENB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反应 那咱们把这个B打死吧 这个地方好像是能不能过去 可以过去 那咱们把这个BOSS打死吧 这就只是个小怪其实 哈哈 那咱们给它放个无双吧 然后让它开心的离去 看着它刚说完的话就得咱们干掉 死于话多 好 这个三国武装其实感觉做到这一代还是挺好的 其实我原来不太喜欢公主装 有一个兄弟啊 他特别喜欢公主装 后来在他的影响下我看的多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公主装还可以 我其实比较喜欢那种现代一点的衣服 就像真鸡西装那种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为大家可以测试一下那个M10w我只开了个过场动画但是后面地图的话有可能也是能跑的 可以大家可以撕镜我到时候给大家测一下吧 因为毕竟然后阿亚说他的掌机其实是接近MX350但没有MX350然后GPD的MAX也说自己的性能和MX350差不多那咱们就最后看一看到底是阿亚的坚持法还是GPD的坚持法 如果咱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机器只能是说先评测一下 然后等我可能如果说到时候预售如果机器不错的话 然后可能我会评测一下 到时候看一看哪个帧数会高一些 嗯 诶 像那咧 搞定 好啦 那三沟无双漆的评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